大家好,歡迎來到新視野,我是浩天 3月4號星期一,美國最高法院以9比0一致裁定 下級法院沒有資格剝奪川普的競選資格 這標誌著川普在尋求重返白宮的過程中 取得了具有里程碑意義的勝利 川普當季在真相社媒上用大寫字母寫道 美國的巨大勝利 而這項裁決,在距離3月5號超級星期二只有24小時發布 對於那些試圖將川普踢出選票的人來說 則是一個致命的打擊 不過,在說最高法院的判決之前 我們先介紹一下華盛頓特區的共和黨初選 以便大家更好地理解川普面臨的局勢 以及他的競選策略 3月3號星期日晚上 川普以33.3%比62.8%輸掉了華盛頓特區的共和黨初選 川普獲得了244張 根據共和黨全國委員會的規定 要最終獲得共和黨提名 候選人需要拿到1215張代表票 即7月份在共和黨全國代表大會 2429名代表中的簡單多數 黑莉的競選團隊表示 但是,華盛頓特區的勝利 使黑莉成為美國歷史上 第一位贏得共和黨初選的女性 她的發言人還在一份聲明中 嘲笑川普在華盛頓失靈了 監製派媒體《每日郵報》認為 黑莉的勝利雖然不會在全國範圍內 產生重大影響 但正在全方位動搖川普的領先地位 那麼,真相究竟是什麼呢? 眾所周知 華盛頓是全美民主黨人數最多的司法管轄區之一 是一個山藍色的地區 民主黨人佔註冊選民的56% 而共和黨人只有28% 中間選民為15% 而在註冊的共和黨人中 也並不都是真正的保守派 他們不少人反對川普支持拜登 在2020年大選中 拜登獲得了92%的選票 川普公開表示 要清除華盛頓沼澤 就是因為這座城市是政客聚集的地方 擁有大量聯邦政府工作人員 他們大多數是既得利益者 他們對川普普遍心懷不滿 值得一提的是 華盛頓特區大約有2萬3千名註冊共和黨人 但在今年的共和黨初選中 創紀錄的只有2,030人參加了投票 投票率不到10% 他們對這場競選不感興趣 華盛頓特區共和黨主席帕特里克-馬拉表示 華盛頓特區的共和黨人 作為一個整體不會去大量參加投票 因為他們會看新聞 並從邏輯上得出結論 川普已經穩操勝券了 馬拉說 華盛頓的共和黨人在政治上比較精明 在媒體上也比較精明 他們看到新聞報道告訴人們 競選已經結束 事實上 川普在華盛頓遇到了非常大的阻力 2016年 他在華盛頓特區的共和黨初選中 僅獲得了14%的得票率 遠遠落後於佛洛里達州共和黨參員 馬克·盧比奧和前俄亥俄州州長約翰·卡西奇 2020年 儘管川普毫無爭議地贏得了特區的初選 但總共只有2800名共和黨人參加了投票 在今年的初選中 川普沒有前往華盛頓舉行競選集會 他曾抨擊這個地區過於左翼 看到國家的首都成了一個老鼠出沒 塗鴉遍地的屎坑感到非常痛心 然而黑利卻在華盛頓進行了遊說 上星期五 這位前南卡羅來納州州長在投票開始後 在麥迪遜酒店停留 呼籲23000名註冊共和黨人支持他 他對著只有150人的支持者調侃道 誰說華盛頓特區沒有共和黨人 並端促選民大聲呼喊 召集朋友和家人在初選中發出一個信息 即我們需要朝著新的方向前進 在演說中 黑利再次抨擊拜登和川普 在經濟和移民問題上的失敗 當然 黑利批評拜登在經濟和移民上的問題 大家都能理解 但是 黑利批評川普在經濟和移民政策上的失敗 不知道依據是什麼 保守派媒體《網關專家》評論說 黑利四處斑駁 做民主黨和深層勢力的髒火 每天都在詆毀川普 在華盛頓初選結果公布後 川普競選團隊的新聞秘書卡羅琳·萊威特表示 黑利在華盛頓的勝利 實際上再次肯定了川普競選總統的初衷 他說 川普將抽乾沼澤把美國放在第一位 萊威特還將黑利比喻成沼澤女王 他說 雖然尼基在美國其他地區遭受了徹底的拒絕 但他剛剛被遊說著和想要保護失敗現狀的 華盛頓特區內部人士加冕為沼澤女王 媒體普遍預計 像華盛頓這樣腐敗的地方 是新保守主義者尼基·黑利唯一能贏的地方 因為在即將到來的超級星期二 川普將橫掃15個州 3月5日 美國大選將迎來超級星期二 屆時將有15個州和一個地區進行投票 預計將產生874名代表票 佔全體代表的36% 星期六 紐約時報西耶納學院的民意調查發現 進入超級星期二 川普領先黑利55個百分點 不過 黑利似乎並不想在超級星期二 就停下腳步 上星期五 他向媒體透露 儘管輸掉了之前所有初選 但他僅在二月份就籌集了1200萬美元 有了華盛頓勢力和大金主的支持 這也許就是黑利繼續參加競選 繼續緩銷是非 繼續詆毀川普的重要原因 也有網友評論說 黑利不退出競選 是在等待川普被判刑 或者被取消競選資格 從餘翁得利 然而 最高法院 星期一的重大裁決 讓黑利和那些期待川普 被踢出選票的人感到絕望 3月4日 也就是超級星期二的前一天 美國最高法院 一致駁回了 克羅拉多州最高法院的判決 恢復川普2024年的選舉權 從而結束了克羅拉多州 以及伊利諾伊州、緬因州和其他地方 試圖以2021年1月6號國會大廈事件為由 將川普踢出選票的努力 星期一 最高法院大法官們 罕見地以9票贊成、0票反對裁定 各州不能援以南北政戰後通過的 《憲法第十四修戰案》第三條 來阻止總統候選人出現在選票上 根據第十四修戰案第三條 任何人不得成為國會參議員或眾議員 或總統和副總統的選舉人 或擔任美國或任何州的任何文職或軍職 如果此人曾宣誓作為國會議員或美國官員 或作為任何州立法機構的成員 或作為任何州的行政和司法官員 並支持美國憲法 但卻參與了叛亂或反叛 或向其敵人提供幫助和安慰 而國會可以通過參眾兩院三番之二的票數解除這種障礙 星期一 最高法院在一番二十一的意見書中寫道 只有國會才能決定川普是否有競選資格 判決書寫道 各州不得單方面取消唐納對川普的參選資格 科魯拉多州最高法院的判決被推翻 去年12月 科魯拉多州最高法院 援引第十四休戰第三條判亂條款 以川普煽動國會大廈事件為由 以4比3剝奪了川普在該州的選舉權 隨後 川普向最高法院提出上訴 該州的判決被擱置 今年2月8日 最高法院進行了口頭辯論 當時 無論是六名保守派大法官 還是三名自有派大法官 都從憲法條款本身駁斥了科魯拉多州律師的論點 具體的 大家可以參考我們的第1292期 托馬斯燒烤律師和第1294期 大法官集體轟炸節目 所以 最高法院以9比0的判決並不讓人意外 大法官們在意見書中寫道 對聯邦官員和候選人 執行第三條的責任在於國會而不是各州 因此 科魯拉多州最高法院的判決不能成立 最高法院的所有9名成員都同意這一結果 意見書還說 因為憲法讓國會而不是各州負責對聯邦官員和候選人 執行第三條 所以 我們推翻這一規定 憲法中沒有任何規定要求我們忍受這種混亂 裁局還說 這個案件提出了一個問題 即 除了國會之外 各州是否也可以執行第三條 我們的結論是 各州可以取消擔任或試度擔任州政府職務的人的資格 但根據憲法 各州沒有權利在聯邦政府 尤其是總統職位上執行第三條 大法官們還警告說 不要在選舉後試圖追究判亂條款 如果在全民投票後才執行第三條 那麼患亂將更加嚴重 可能會使數百萬人的選票無效 並改變選舉結果 最高法院的判決公布後 川普立即在真相社媒發帖說 美國大獲全勝 大法官們的一致裁決 讓保守派歡欣鼓舞 科羅拉多州共和黨發表聲明說 我們讚賞最高法院一致裁定反對請願者 以及他們通過違憲地將塔納德川普總統從選票中激出 來干預選舉的荒謬企圖 每一個美國人都應該享有自己投票選擇候選人的權利 但對於左派來說 大法官們的裁決讓他們心裡相當不平衡 其中最典型的目標與政治評論員基斯·奧伯曼 這名從體育評論員轉型的左翼狂人 在最高法院判決公布後不久 就在X上寫道 最高法院背叛了民主 並通知三名自由派大法官 奧爾伯曼說 包括齊克遜 卡根和索托馬約在內的大法官 已經證明了自己不擅長閱讀理解 總之 這個法庭已經表明了自己是腐敗和非法的 他必須被解散 這些任性的左翼瘋子動不動就高喊法律 將法律當成打擊異己的武器 而當法律對自己不利時 他們就要高喊不要法律解散法院了 最高法院的大法官們顯然也看到了這一點 星期一 大法官艾米·科尼·巴萊特 發表了一項不同尋常的意見書 同意最高法院9比0的判決 並呼籲在激烈的競選季節降低全國的穩度 與三名自由派大法官索尼亞·索托馬約爾 埃里納·卡根和柯坦奇·布朗·傑克遜一樣 巴萊特認為 各州單方面取消川普的競選資格太過分了 他警告說 在這個選舉季節 最高法院正在就總統豁免權做出重大決定 而下級法院則在做出日常安排決定 這些決定將決定川普是否在11月大選前面臨排審團的裁決 在一頁紙的意見書中 巴萊特還含蓄批評了地方法官胡萊 他寫道 多數法官選擇了一條不同的道路 這讓其餘大法官不得不選擇如何回應 但對我來說 現在不是用激烈的言辭來放大分歧的時候 巴萊特還說 最高法院在總統選舉的動盪季節 解決了一個充滿政治意味的問題 特別是在這種情況下 最高法院的裁決應該讓全國的情緒降溫 而不是升溫 就目前而言 我們的分歧遠沒有我們的意志意見重要 所有九名大法官都同意辦案的結果 這是美國人應該帶回家的信息 星期一下午 川普在佛洛里達州的海湖莊園 對最高法院恢復他總統選舉資格的決定 表示歡迎 稱這是精心設計的 並表示這將使國家團結起來 川普說 你不能讓某人退出競選 選民可以很快讓一個人退出競選 但法院不應該這麼做 最高法院看到了這一點 川普還感謝大法官們迅速做出裁決 並說這項裁決將被銘記200年 與此同時 川普敦促最高法院 在審理下一個選舉案中賦予總統豁免權 川普說 取消豁免權 將使他有可能因其他事情被起訴 比如他對ISIS恐怖組織的打擊 他說 我消滅了ISIS 從世界其他地區的角度來看 我消滅了一些大人物 這可能是我們在這個世界上 見過的兩個主要恐怖分子 這些都是重大的決定 我不想因此被起訴 2019年 ISIS首領巴格達迪 在美軍的一次襲擊中上升 一年前 伊朗的軍事首領蘇萊曼尼 在伊拉克被美軍的無人機斬首 川普表示 如果被起訴的威脅籠罩著 沒有哪位總統能夠以自由和清晰的頭腦行事 好 謝謝大家 我們下期節目再見 謝謝 謝謝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